你好 下午才一点半了 社长在原住民馆 花博公园的原住民馆 首先到了原住民馆 看看他卖的工艺产品 都蛮精致的 这也不简单 以前的原住民谋生有问题 现在经过政府的博导 原住民比平地人还要有钱 原住民馆没什么人来 你看卖的小米酒 小米酒 现在东西你不卖便宜 人家不买的 跟以前是不一样 原住民做些手工艺的产品 雕刻的产品 木头雕刻 叫紫然 这家餐厅厅生意不好 半年前社长来过一次 原住民鱼海贡 原住民鱼海贡 卖一些酒 这家酒卖很多 小米酒 小米酒多少钱一瓶 小米酒多少钱一瓶 大瓶的三百五 小瓶的三百五 小瓶的两百 这有马告咖啡 有马告咖啡 有一个人用马告做烤鸡好吃啊 马告做烤鸡啊 摆到那个烤卖卖得很好啊 因为马告很香嘛 做烤鸡啊 好像你们这生意好像不是很好啊 现在啊 我半年前来过一次啊 不是很好啊 现在 有演唱会就比较好是吧 演唱会啊 演唱会啊 以前不是有唱歌吗 我以前不是每个礼拜的 不是每个礼拜的 有唱歌你的生意就很好了嘛 演唱会啊 演唱会啊 哦 演唱会啊 哦 谢谢 那看看有什么东西买 红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边买了很多的酒 平均价都300 350 原住民的小米酒 这边要有办活动才有 这就是社长在圆明馆的报告 圆明馆在台北市 发布公园圆明馆的报道 这里卖了很多不同的小米酒 很多的原住民的手工艺产品 雕刻品 还有古式的产品 人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 要接触社会 要了解社会 要看看社会的演变 不要做个白痴 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社长住在社福机构的心得 外面便利三年东西越来越贵 连7-11都已经开始降价了 他们都知道 我今天买个水在OK要20 我到隔壁买叫只要12块 那我买它20块的干嘛 我倒是帮助 我看了 我听 mitä 我吗 我听不到